股市1.0 我是许玉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5月19号礼拜四 今天大盘大跌 而且留有向下的跳空缺口 有人会问1.0说 怎么办 昨天大涨今天大跌 到底可不可以操作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盘的一个K线 我们从大盘的K线里面 可以明确的发现到 昨天有一个向上的 跳空缺口 今天马上有一个 向下的跳空缺口 形成了一个大跌 而且呢1.6的关卡是失守的 那昨天1.0也在节目上面 特别告诉大家 昨天是台子期的结算 台子期的结算 拉高结算 而且在拉什么 在拉大型的全值股 在干嘛 在出中小型的股票 我昨天就在节目上面 我是不是公开的告诉大家 我昨天趁着大涨240点的时候 我是逢高获利卖出 我第一位买进的股票 我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有人会问1.0 为什么你的行情总是能够事先的掌握 总是能够精准的判断 因为我有套赚钱的方法 而且我们所有领领家族的家人 都能够在开盘之前 掌握到即时的行情的卖动 好 那为什么今天大盘会跌 跌的原因在哪里 当然是在美股嘛 尤其叶伦表示 中国的封城将会阻碍 全球的供应链的复苏 再加上FED的主席包尔 又出来谈话了 又释放出鹰派的言论了 他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升息将会到通膨回落为止 所以因着鹰派再起的言论 让美股到穷重挫了3.57% S&P重挫了4% 纳斯达克重挫了4.7% 废半更是大跌了5%以上 但是呢从这个美股的走势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短年 虽然昨天美股是大跌的 都是跌破了5日均线 但是前低还是有手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以今天的一个 的大盘我在开盘之前我就有说了 会直接影响到国际盘的一个冲击 今天会直接开低而且大跌 而且今天大盘大跌了300点以上 直接回补昨天的向上跳空缺口 因为昨天是台子期的结算 那所以呢今天 万六关卡的保卫战 虽然没有站上 但是昨天1.0也在节目上面 我是不是公开告诉大家 昨天台子的结算会拉高结算 但是从整个资金的流向而言 我告诉我们所有林林家族的家人 是在拉大型的股票 拉权重的股票 而再出中小型的股票 而我们昨天的操作思路是干嘛 是在大涨的过程当中 先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我没有趁着昨天大涨的时候 去追任何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呢 昨天很多台面上面 死多头的老师又跟你讲说什么 我们全力做多我们在这里努力买进 大涨的时候你干嘛买 大涨的时候是应该要把低位的持股 先在高位的过程当中 赚钱放在口袋当中 我今天没有带领我们林林家族的家人 去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这就是1.0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这些资料 我会放在我的Lite 8里面 所以呢1.0要特别告诉大家 加入Lite 8的好处是什么 加入Lite 8的好处是 可以让你先知先觉 掌握第一手的盘前先机 这个是我做得到的事情 那当然昨天1.0在说 你有没有在听 有没有在听 有没有在听 昨天大盘大涨240点 昨天大盘大涨的过程当中 我逢高卖出台胜科 我逢高卖出金口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今年的虎年 你不要只会买 今年的操作跟去年完全不一样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跟1.0讲说 怎么今年的操作跟去年 完完全全不一样 我在这里完全没信心呢 因为你还是用你旧有的方式 你的旧有的方式是什么 是呢你死报活报 该卖的时候你不卖 结果呢不该卖的时候你偏偏卖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一档标的我们要赚最好赚的一段 因为我说过涨也是一段 跌也是一段 所以今年做股票 一点也要告诉大家 会买股票的只是徒弟 但是会卖股票的他是师傅 而昨天在大盘大涨的过程当中 我是如何事先告知 我是如何告诉你 我大涨把钱放在口袋当中 来请你看VCR 今天很明显的是拉大型股 但是中小型的股票 前一波涨的比较多的股票的中小型股票 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整理 开始出现了短线的获利讯靠 所以我今天做了这个动作 我今天把我低位买的股票 在高位的过程当中 遇到压力的过程当中 先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好的 你刚刚VCR看到的是 昨天大盘大涨240点 1.0就在节目上面 我公开事先告诉大家 我昨天是站在卖房 我昨天是把钱放在口袋当中 今天的大跌跟我没有关系 那重点是今天的大跌 我们要买什么 天哪1.0 你大跌你要买 当然哦 昨天大涨我把钱放在口袋当中了嘛 所以今天的跌 是不是酝酿出好股票低期的机会 绝对是 一定是 因为我知道现阶段大部分的散户 一个字叫做怕 我知道你心里面很害怕 我知道你心里面很担心 谁看到跌300多点的行情 不害怕不担心 但是我也特别公开告诉大家 所有的底部的产生 所有的底部的产生 散户他会产生出来的心理情绪是什么 是害怕是担心跟恐惧 因为在底部出现的石购 所有的散户都在害怕担心的时候 但是已经有人一进进去买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里努力的机械去想 大跌的石购 我可以买什么 大跌的石购 他的乱世买点在哪里啊 为什么1.0这个礼拜要紧急召开 乱世买点实战营 那当然1.0先公开的先谢谢 我们所有所有支持1.0的铁杆粉丝 因为你们对我的支持 演讲会的300个名额全数的额满了 那也谢谢大家对1.0的爱戴哦 因为真的打电话来的非常多 抱歉的真的 一通接着一通 我们服务人员这一时间真的是忙上加忙 那再加上呢 这也是1.0今年首次举办线上的演讲会 所以我说过我今年想要帮你 我想要帮你 我想要伸出双手 但是你的手要伸出来 所以呢 今年我的第一场线上演讲会 为了要支持更多的好朋友们 我最后最后特别再加开 最后50名 听好哦 倒数48小时 48小时倒数计时当中 最后50个名额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如何把最后的这个50个名额 赶快抢到 赶紧填好表单报名 那很多人都说 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去填表单呢 你就先直接加like at 小老鼠ok1788小老鼠ok1788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直接打电话来 2511 0777 2511 0777 你直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当然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是线上演讲会 我们会给你我们线上演讲会的网址 也就是说我们服务人员 会把这个线上演讲会的网址给你 那不是今天会给你 因为我都还没录嘛 我是礼拜五下午才会录啊 所以呢 原则上应该是礼拜五的晚上 或是礼拜六的早上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把线上的网址给你 所以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的手机好不好 你手机不要漏接 因为我们的服务人员要跟你核对身份 我们要确定你报名成功 才能够把线上的网址给你 这样OK吗 所以我昨天看到很多的好朋友留言说 怎么还没传连那个网址 我都还没录你们急什么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一次乱世买点实战营当中 我会公开说的是什么 我会说的是 在目前大跌的过程当中 乱世买点的赚钱方向在哪里 你知道吗 是金融吗 是航运吗 是生计吗 还是跌生的电子 而跌生的电子当中 有哪些股票是未来能够涨倍的股票 未来能够涨一倍的股票 我从来不打狂律 尤其现阶段很多人手肘上都有套牢的股票 为什么你会套牢 因为该卖的时购你不卖 所以手中的套牢股票 如何在现阶段找寻到完美解套的方法 你一定要找方法 如果你不找方法解决 你套牢还是套牢 你资金卡住还是卡住 你资金就是形成一摊十损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台面上面我不会说的东西 我电视上面我从来不说的东西 只有在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下午两点钟 我偷偷的告诉你 翻倍五股价 五党不满 你会后悔的翻倍股 将会在这一次礼拜六下午两点钟 1.0的线上演讲会 我会偷偷告诉大家 所以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现阶段你先抢最后的50个名额 最后50个名额一旦额满 我绝对不会再加开 我说了我说到多少 我不会再加开 因为我为了要维护我们的品质 因为我们的服务人员 也要照顾很多的好朋友们 所以我才会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如果你这一次想要给自己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认为乱世买一点实战因 就是你接下来反败为胜的机会 今天大盘大跌你要去检视的是 你手中的股票怎么样反败为胜 接下来什么样子的股票可以让你买 这个是你要思考的问题 好的 那当然 我有说过 五档不买 你一定会后悔的翻倍股 将会在这一次演讲会 5月21号 这一次礼拜六下午2点钟 我会公开 我会分享翻倍五虎降 五档不买 你会后悔的翻倍股 将会在线上演讲会大公开 如果想要知道的人来听好 我们的LINE8的表单 记得把它填好报名表单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然后你就说你要报名就对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报名 你就直接拨打报名专线 25110777 25110777 好的 那当然 我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 因为呢 在这一块过程 尤其今天带大跌的时候 你心里面产生的一个字叫做害怕 害怕两个字 然后在害怕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这个行情真的可以吗 我跟大家讲 现阶段大盘 他少了第二只脚 像他现在在第二只脚 大盘呢 他在主体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只是V转 不会 因为现在大盘受到了美股的干扰 但是我也说过 美股不要破前低的情况之下 大盘就有机会守住15616的这个低点 所以在主体的过程当中 不会只有一只脚 所以大盘昨天来到月线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动作 昨天来到月线的时候 我先把我第一位买进的股票 趁着拉伸的过程当中 先把它赚钱放在口袋当中 所以在反攻的过程当中 先遇到月线的压力 紧接着再来回射第二只脚 而第二只脚我们注意一下 只要前低15616不破的情况 就能够形成双脚的支撑 所以在拉回量缩的过程当中 我会带领我们李林家族家人去买好股票DC 那当然现阶段该怎么去做操作 我会在这一次演讲会的内容上面 跟大家讲乱世买点的操作过程 因为我是实战出身的 我不会跟大家分析一大堆有的没的 但是你要怎么赚钱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这一次尤其今天大盘大跌 我反而是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什么样子的机会 乱世买点产生了 什么样子叫做乱世买点 尤其在大盘中错了3000点之后 乱世买点的赚钱方向在哪里 会在金融吗 会在航运吗 会在钢铁吗 还是在跌生的电子 那如果是在跌生的电子股的话 电子股有这么多档 你要拿哪一档 哪一档才能够形成下一次的零涨股 指标股 这一块1.0最强 我跟大家讲 我最会找零涨股跟指标股 跟主流股 而且我最会赚零涨股指标股的钱了 所以我说过 现阶段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 你手中套牢的问题 你该如何完美解套 你要去想办法解决 那如何解决 加入参加1.0的乱世买点实战营 尤其这一次呢 台面上面不能够说的 1.0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 我会偷偷告诉你 偷偷告诉你什么 翻倍五虎降 五党不满你会后悔的翻倍虎 将会在这一次的演讲会的内容 偷偷的公开 好 那当然呢1.0要特别告诉大家 那我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对1.0的支持 因为 这一次1.0的原本是限量100名嘛 但是大家的反应太踊跃了 真的是出乎一点的意外 那我也不知道这一次的报名人数 这么的多 所以演讲会的300名全数而满 那1.0也感谢所有所有已经参与报名 报名成功的朋友 那这一次呢 是1.0首次办线上免费的演讲会 所以我为了会要回馈更多支持一点的粉丝 最后最后再加开最后50名 所以48个小时倒数计时当中 最后50个名额 如果你要知道 乱是买点还有翻倍五虎这样的话 记得赶紧填好表单报名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者是你说1.0我不知道怎么填好表单 你就直接打电话 211 0777 211 0777 直接打电话来抢名额 真的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呢你电话没有拨通 代表满线当中 因为最近我们公司的电话是 想完一次然后再想一次 反正就一直在想就对了 然后也谢谢大家对1.0的支持 名额最后50名 名额有限先抢先赢 好的 那最后呢我还是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现在呢尤其 今天很多很多呢在LINE AT 里面 AT 1.0的人 跟1.0讲说1.0 怎么又跌啦 昨天涨200点今天跌300点是怎样啦 ok好 很多的投资朋友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叫做 怕 怕 对这是你心里面的写照嘛 对不对 现阶段的投资人的乐观情绪降到心低 老实说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 我没有骗大家 因为1.0在股海了 20年以上 虽然我的外表看不太出来 因为我投资是1.0最好的保养品嘛 但是呢1.0要特别告诉大家 所有底部的淬炼都是投资人害怕出来的 好不要不要怀疑 因为这是1.0经历了股海二十几年的历练 我得到的实战的结果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2000年的科技爆末 有没有经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 如果没有你不要告诉1.0说你又在股海市场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多空循环 每一次的空投都会让所有的散户 吓到屁滚尿流 包含今天的大跌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吓到 完了失去的信心非常悲观 因为你现在还在用你去年赚钱的方法 你去年是怎么样 你去的你去年就是闭着眼睛乱买 然后不买就能够解套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是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我说的很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盘面的买卖节奏 你有可能买了就套 卖了就赔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 为什么今年跟去年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的赚钱方法不对 去年是因为大盘帮你 今年大盘没帮你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操作了 但是反观你可以发现到 在美股大跌的过程当中 谁在做逆势乃劲的动作 谁 股神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在贪婪 贪婪大家有没有知道 股神巴菲特有句名言就是什么 当大家在害怕的时候 他在贪婪 老师我非常非常爱股神巴菲特 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 赚钱的成功例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做不到 为什么 你没办法克服自己的人性 当今天大盘大跌的时候 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字叫做怕 但是股神巴菲特 我却在美股大跌的时候 他是大雪拼的 在去年美股大涨的时候 巴菲特说了什么 巴菲特说他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因为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嘛 但是在美股崩盘大跌的时候 他却是在大雪拼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跟大家讲 为什么巴菲特能够成为股神 为什么散户人就吃散户 这个就是操作上面的思维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你会害怕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经过多空的洗礼 每一次空头来临的时购 一定把多数的散户 吓到屁股尿流 那个是最好好股票低息的机会 但是你看不清楚 因为你被你的害怕跟恐惧蒙蔽 这个1.0可以理解 因为你没有实战的经验 你没有办法知道 到接下来能够长什么样子的标的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今天其实 我有好多好多 实战的经验想要分享给大家 但是如果真的1.0 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把我二十几年来的实战经验 有包含赔钱有包含赚钱的 我融合成一套零融123的操盘法 我也是从没有赚钱到有赚钱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所以你们有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1.0都有过 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小伞嘛 我从小伞变到现在实战的操作者 而实战的操作者当中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阶段的跌 是酝酿出好股票低息的机会 但是不是所有股票 我再说了 我说了 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是 很多台面上的老师 我觉得不负责任的言论是什么 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跌破了600块钱 就有很多台面上面的老师跟你讲说 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 给我买下去就对了 这种话我从来不讲 为什么 那是你的血汗钱 你的血汗钱怎么可以闭着眼睛乱买呢 你的血汗钱 你应该是要经过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层层的分析之后 你才能够买进嘛 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让你的钱丢到股海当中 1.0做不到 1.0还有良心 1.0要带领我们所有李宁家族的家人 去找寻到接下来能够赚钱的方向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 我认为台股正在主体当中 但是有没有比台股领先主体的股票 有的而且还很多 而且不止一档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一档8069的元太 今天的元太创高 我不是叫大家去追元太哦 而元太的创高它代表一件事情 它代表大盘 它在大跌 但是元太却在创高 创高它代表是 这里没有悲观的理由 好股票真的能够创高 就像元太一样 但是1.0还要特别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空走的人 你不要跟我捉 追创高的位置 1.0也从来不会叫 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去买到创高的位置 你去追 结果套了 你不要来找1.0 你不要说1.0 你跟我讲说元太很好 但你买点不对嘛 买点在哪里 买点在这个位置嘛 5月13号 它让它回测了月线 回测了季线的支撑 有手的指控 形成了单锤打撞 那个才是好的位置 那个位置才是 你酝酿出好买点的机会 我们就是要找元太 这样子的乱世 买点的机会 还有没有下一档元太 你要去思考这样的方向 而元太的这样的大涨 它可以告诉我们 接着会有元太第二 元太第三元太第四 更多更多元太的股票出来 但是你没有发现它 你却不知道它 就像1524的 来 耿鼎 耿鼎 我没有告诉大家 耿鼎这档标的 耿鼎也在撞新高 再撞新高代表什么 再撞新高代表说 这一波有没有股票能够赚钱 有的但是你看不到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样子的标的 结果你买到 不会帮你赚钱的股票 你的资金还卡在 让你赔钱的股票 就是这样子 股票市场是一个无声的战场 有钱的人 他会偷偷的把你的钱拿走 这个就是股票市场 无声战场的一个恐怖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台股昨天台子旗大涨 形成了一个反弹 在反弹的位置当中 1.0是逢高站在卖方 今天回撤第二只脚 我认为只要前低15612不破的情况之下 就能够打出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的拐点 第二只脚的转折的机会 你就要来跟我布局 那我最后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电子金融航运 来 我这边跟大家讲 我认为接下来 尤其是520之扣 你一定要去找寻到 这一波跌的很深的 电子股的低吸机会 因为这一波跌的很深的 个股的低吸机会 他未来会涨 三成 五成 甚至一倍以上的机会 我没有说过哦 三成 五成 甚至一倍以上的机会 然后金融 我认为金融反弹上来要站在卖方 那航运个股 其实我之前说的很清楚 航运个股 已经开始形成了头肩顶了 头部在哪里 头部在去年的12月9号 右肩这个是属于 这个是属于左肩 然后呢 3月4号是属于头部 紧接着呢 5月5号是属于一个右肩的高点 所以在这里头肩顶形成之购 反弹上来是要站在卖方的哦 所以呢很多的人都会跟你讲说 哎 航运个股可以买 但是我认为不是 航运个股反弹上来是要让你换股的 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航运个股 请你来找1.0 那再来呢来 刚刚1.0所跟大家讲的像是梗鼎 它是属于一个电子股的右下角 来右上角 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3443的创意 创意的这一档标的呢 你会发现到这一波 它也是跌了很重之后 开始形成了一个上涨 开始形成了一个逆势的上攻 这个是IPC制裁 所以这一波跌升GEO的IC设计个股 你要找机会 真的要找机会 这里不是让大家悲观的理由 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位置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够悲观 好 那今天我也特别跟大家提一下 今天的疫情哦 的生计个股有来去做反弹 到底生计个股是反弹还是回升呢 我直接来告诉大家 生计个股先给结论 生计个股今天只是反弹 非回升 那指标股要看谁呢 指标股要看两档 我卖个关子 等一下下半段再跟大家讲哦 所以包含耿鼎的这一档标的 今天是大涨再创新高 大涨再创新高它代表什么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代表什么 来1524 来耿鼎 耿鼎的这一档标的 它为什么1.0能够找到 它足了多少底 足了5个月的大底 这个叫做黄金底部 黄金底部1.0又掌握住 黄金的买点 乱世的买点 做切入之后就能够逆势的上钩 那这样子的股票 它会一档接着一档 但是你要懂得找寻它 那如何找寻它呢 1.0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 第一个呢 1.0也要特别来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说 这一次乱世买点实战营当中 尤其今天大盘大跌 你心里面是最慌张的 你心里面是最恐慌的 我没有试图要给你信心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在看到大跌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产生出一个字叫做害怕 害怕两个字害怕 恐惧失望悲观 很多负面的情绪你都出来了 然后你就想说为什么我怎么买怎么套 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嘛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大跌3000点之够 乱世买点在哪里 要选对股票才有钱赚 选错股票你的钱是一毛都赚不到的 是真的一毛都赚不到的 那你要找谁跟你一起参与这一次乱世买点 你当然要找看得懂的人嘛 看得懂的人在哪里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那为什么昨天大盘大涨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卖 我先卖股票 那老师讲的话你有没有在听 你有没有在听 有没有在听 有在听的话至少你今天可以知道 今天一定是跌的嘛 那跌下来是不是一个机会 是机会 为什么我这一次叫做乱世买点实战因 所以一定有我的逻辑 一定有我的考量 那再加上呢 台面上面我从来不会公开的东西 我这个礼拜六的下午两点钟 我会偷偷的告诉你 例如什么 例如翻倍五股这样 五党不满你会后悔的翻倍股 我会在这一次的演讲会 偷偷的分享给你 那当然一点你要特别谢谢 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这一点的支持 真的你们太爱我了 因为演讲会原本1.0 只是召开100个名额嘛 我礼拜一就说了我100名 结果真的很多人打电话来 甚至有一个阿嬷 直接冲来我们公司说他要报名 真的是吓到1.0 所以我发现到这一波很多人 都想要1.0的帮忙 1.0一定全力帮你啊 所以演讲会的300个名额 全速的额满 但是呢这一次也是1.0首次举办 线上的免费演讲会 所以最后最后我再加开最后的50名哦 50名一旦额满我绝对不会再收 我说到做到 所以48个小时倒数计时当中 最后50个名额限量把握中 你要做好什么动作 你赶紧填好表单报名 表单表单表单不是保单 是表单表单报名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停好表单的话 你直接拨打报名转写 25110777 25110777 或者直接加l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light 报名就可以了 好的 那当然呢 1.0呢今天要讲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很多的东西 我都会在演讲会上面告诉你 为什么1.0总是能够掌握到盘面的一个主流 好我说到这个好了啦 我先说华欣好了 华欣我昨天在这不是新闻里面 我就说了反弹要站在卖方 今天华欣是大跌重挫的 而且我也说了华欣最好赚的行情 是被1.0掌握的 你一定要学会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赚完最好赚的那一段之后 你的资金就是回溯活水 学对股票会买也会卖 因为上涨也是一段 下跌也是一段 你要把握住股票市场 最好赚的那一段 谁能够把握住 1.0能够把握住 1.0能够带你把握住 股票市场最好赚的那一段的行情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乱世买点实在营当中 台面上面我不会说的东西 我会留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 偷偷的告诉你 就像翻倍五五这样 五档不满你会后悔的翻倍股 1.0会在演讲会上面告诉你 所以最后的名额 最够倒数50个名额 我说了 只要额满我绝对不会再加开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 对1.0的支持 如果你想要知道 乱世买点是哪些股票 如果你想要掌握住 下一次财富翻倍的机会 听好 1.0的ligh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甚至直接播把报名专线 25110777 25110777 直接来电抢名额 所以呢最后呢 1.0要特别告诉大家 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找乱世 买点的机会 我们礼拜六下午 1.0跟你不见不散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没客气 我们下期再见